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据美国宪法的第14条修正案的第三款 将特朗普从当地总统选举的选票上剔除 取消特朗普在当地参加2024美国选举党内的初选资格 贝洛斯的办公室也表示 在美国的最高法泄露之前 他的决定是不会被执行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已经表明会向州法院再提起上诉 明镜也是继美国科罗拉多州之后 第二个又取消特朗普初选资格的一个州份 所以有关于缅因州取消特朗普在当地的党内 初选资格的最新美国现场观察 王林先生我们驻洛杉矶记者杨平俊 平俊你好 你好秀琴 对于这次缅因州选举官员的最新决定 你在美国观察 目前国内的舆论都有哪些的最新反应 而特朗普共和党方面会做出哪些进一步的行动吗 是的 目前这个缅因州的最新的裁决 那么目前他检察官的说法是依据根据的州法认为说 即将离任的总统也就是特朗普 参与重度参与并主导了这场早前1月16号的国会暴乱事件 他对整起事件负有最大的责任 依据当地的宪法以及州法需要免除 就是取消特朗普参选的资格 目前我们看到最新情况是特朗普的竞选发言人表示 特朗普将迅速做出上述免疫州的一个决定 他还声明地表示蓝色州 也就是民主党人正用鲁莽却违宪的 暂停了美国选民公民的权利 也就是让任何公民参选总统的一个资格被取消了 他们试图草率地将特朗普中的名字从选票上摘除 这是选举最大选举 整个选举以来干预对民主最大的攻击跟破坏的行为 目前大家都知道 免疫州是继续科罗拉州之后 其他第二个取消特朗普选票的州份 目前有十几个州将采取这样的行动 来进一步取消特朗普初选的资格 以我所在加州来讲 也前一段时间举行相关的活动 早前我们看到是加州的州长 则是暂停了有关于要推动取消特朗普的选票 这样的举动 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公民都有权利 把名字放在选票上 而选民将会用他们非常理智正确的选择 做出他们最后的决定 就是不会让特朗普实现他在任总统这样的可能性 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包括免疫州在那十几个州 将在3月5号被称为超级星期二 就是说在那个时间需要确定所有的候选名单 因为在那个之前要打印好所有的选票 并游记到海外的选民 在内的那些游记选民的手中 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deadlight 所以在那之前需要确定所有的情况 能够完全的能够sell down的一个情况 目前他们将会向高院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申诉 希望能够推翻早前各州防止特朗普的名字 硬在选票上的一个动作 那目前各州现在角力都在这样的角力当中 共和党人其实一直在持续为特朗普的发声 目前看到最早取消特朗普选票资格的 克罗拉多州的话 目前他们的当地共和党人已经向最高法院提起了诉讼 也就对这起事件 他们认为将所有的候选人的名字放在选票上包特朗普 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 是不容许任何人来侵探 这是对于民主的一个伤害 是这样的情况 修行 没错 面对这样一个裁决呢 共和党方面特朗普肯定会再提出上诉 非常谢谢平均在美国的当地观察 在美国28号再有州份取消了特朗普的党内初选资格 虽然特朗普先后已经遭到美国两个州取消了他的党内初选资格 不过也有州份是驳回了批准他可以继续参选 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29号 19号裁决前总统特朗普因为牵涉到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山的骚乱 在科罗拉多州是不具备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党内的初选资格 目前科罗拉多州的裁决已经暂停在等待上诉 不过密歇根州的最高法院其实是不回特朗普的叛乱禁令 允许特朗普还是可以参选2024年的密歇根州的初选 那么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密歇根州的最高法院不会案件 这是理所当然 他还表示必须要警惕并且防止2024年的美国大选遭到的操控 好 最新情况和分析 我要请出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来解读 以下 郑浩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修姐 继科罗拉多州之后呢 现在呢又有一个州份取消特朗普的初选资格 你怎么看这一次的判决 刚刚传来的消息呢就是缅因州 已经提出来要取消特朗普在该州进行初选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但是呢有一点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必须要首先明确 缅因州做出的一个决定并不是缅因州最高法院的一个决定 而是缅因州州务卿叫Shina Bellows 他是一个民主党籍的州务卿 他做出的决定 那么这个决定呢 它是一个行政决定 而不是法院做出的一个决定 所以呢这和在时间前 可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就是当地的最高州最高法院做出的法律上的一个裁决 是有根本的一个区别的 那么这一点呢必须要明确 所以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 就是特朗普本人也包括这个共和党团体 要在缅因州的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而不是上诉 因为呢我刚才说了 这是一个州务卿的行政决定 它并不是一个法院的一个裁定 所以呢他要提出一个上诉 就是要驳回州务卿的这个行政决定 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 好了 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 缅因州的这个州务卿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特朗普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 也一样是带来了一个挑战 或者说增加了一定的一个风险 我记得呢在这个12月20号 我们在做Clorado州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突发新闻的时候 我当时就非常明确的说 Clorado州呢做出这个首次的这样的一个裁决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的一个反应 其他的州会有相应的一个反应 也会仿效Clorado州对这个特朗普参选资格 是否违宪来做出一个裁定 果不其然 那么后来呢有数个州 也包括今天的缅因州 虽然缅因州呢是一个行政决定 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法律挑战 当然当然 那么在48小时之前 我们知道呢这个亚利桑那州 密西根州 明尼苏大州 这三个州的最高法院已经裁定 特朗普并没有违宪 并没有违反这个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 因此呢仍然允许 特朗普呢在这三个州参加党内的初选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样的一些法律上的挑战 毫无疑问将会对特朗普的竞选是不利的 特别是Clorado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那么现在呢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团体呢 已经是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但是我必须要说 到目前为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没有定出一个日期 就Clorado州高等法院的裁决 做出最后的一个裁决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第三条相关的一个条款 那么就没有这个资格来参加这个总统选举 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案子 修行 现在就要看呢 当年最高法会做出一个怎样的跟进裁决 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两个州都取消了特朗普的一个初选资格 你认为会对其他的州产生进一步的连锁反应吗 我再要强调一次 就是无论是Clorado州最高法院 还是缅英州的这个州务卿的决定 现在呢 只是从书面上来讲 他们理论上来讲 他们取消了这个特朗普的 在这两个州的党内竞选的资格 但是因为共和党已经提出了上诉 那么因此呢 最后的决定权就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也是终审法院 一旦做出裁决的话 那么当然就会决定特朗普是否有资格来参加竞选 而且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 裁决它非常重要 一旦他支持Clorado州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 也就是说特朗普涉嫌违宪 因此不能够在Clorado州参加党内这个初选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裁决 适合于美国每一个州 换句话说 就是每一个州都必须要尊重 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决 完全要取消特朗普在所有州的竞选资格 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 它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 当然如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决定 驳回了Clorado州的所谓的就是特朗普 因为违宪不能够参加该州的党内初选的话 那么其他州也就没有必要 没有法律上的必要再提出相应的一个诉讼 也就是说特朗普无论在任何一个州都可以继续他的竞选 所以最后的决定并不是Clorado州 也不是今天的免疫州 而是掌握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应的一个裁决的 这样的一个最后决定上 秀琴 所以这一次呢 在有州份取消特朗普的出选资格 是否会进一步冲醒到特朗普的竞选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发展 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浩哥的点评分析